大家好,歡迎來到米克的財經訪談室,我是米克 其實在投資市場裡面,小資族敢勇於投資的人都是相對少數 不過台股跌破十年限,算是從2003年SARS跟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一個難得可以財富再分配的時機點 不過小資族就是因為他們很小資嘛 連小台的保證金都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更何況是要進場買股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難道沒有適合我們小資族一個可以搭上這種財富再分配的機會 或者是工具可以來選擇嗎 如果有的話,他的特性又是如何 又應該怎麼樣去操作跟掌握呢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非常厲害的老師蘇維元老師來我們節目現場 為我們解惑一下,我們歡迎老師 哈囉,米克好,大家好,我是維元 好,老師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標題 對 他說最高CP值的投資工具是選擇權 因為很多人覺得它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應該是風險很高 那為什麼是一個CP值最高的 CP值最高,為什麼這樣講 我今天呢就是要來幫這個 選擇權做平反 因為大家都會對他有一點點這個 不太正確的認真 害怕 對對對,我覺得在開始 破題之前 我想先問這個所有的觀眾朋友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覺得平常 在路上開車 跟你搭飛機 哪一個發生意外 發生事故的機會會比較高呢 我讓同朋友來思考一下 也順便問一下米克好了 好 我猜猜看 我自己啦 對 我很怕搭小台飛機 因為覺得很危險 好,那個 比較那個 比較航空 平常開車因為天天開就覺得好像還好 對,好像還好 可是同朋友你有沒有發覺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覺 其實這個 這個開車 幾乎天天 到處都有可能發生一些 大大小小不斷的一個事故 反而什麼 反而搭飛機發生事故的機會是 非常非常少 恩 對,那我為什麼要講到這個東西呢 就像 恩 這個投資人都會選擇習慣的東西嘛 對,沒錯 他們說 這個習慣的最好嘛 習慣的最好 所以呢 可能大部分投資朋友可能會選擇 我來看看股票啊 看看期貨啊 可是 又是因為 啊我又小之足又沒辦法 參與 對 反而說 那 這個選擇權 能夠帶給大家的一個 真正有機會的地方在哪裡 我這樣子跟各位講 其實 我剛才講到開車那個概念 其實反而 常常 開車常常出現 所謂的有的沒的意外 對,沒錯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越習慣的東西 不一定好喔 對不對 你很習慣開車嘛 可是 對 反而常常賠錢 對不對 反而常常賠錢 你不習慣的東西 你來試試看 我覺得 說不定會比較 好一點點 這個可以讓 讓大家做個 不一樣的另類思考 所以 我們來直接大PK一下 直接大PK一下 一般 我們在金融市場上面 我們看到這張表格 金融市場上面 可以看到說有三種商品 包含股票 包含期貨 包含選擇權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從他的這個 資金啊 風險啊 是不是要 盯盤啊 獲利速度等等 去做一個 分配嘛 那 那我覺得其實 這四個東西 四個面向都很重要 那我們就從 剛剛米克提到 我們就從 所謂的一個 小資族的角度 我們直接來看 那小資族呢 前面兩個就直接刪掉 對不對 那個保證金相對高嘛 那可是呢 選擇權的資金就會 少很多 那 到底要多少 等一下會跟各位做個報告 這是第一個重點 然後呢 第二個重點 它的風險相對小 為什麼 因為 期貨跟股票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都是上上下下的 這個 而且因為你投入的資金大嘛 然後風險 就會相對高一點點 那 你去想一件事情 很多投資朋友 或是很多的小資族 觀眾朋友 在 你如果 買了某一檔股票 存好 好久好久的錢 我買了某一檔股票 是 然後你 你買進去之後 那 那接下來的 可能一個禮拜 那你會做什麼事情 每天盤中的時候 每天都看啊 對 每天不斷的看 每天看 每天看 會不會漲 會去嗎 對不對 跌著心情 午餐吃不下 漲了今天多買一杯星巴克 就有這種 這種feel嘛 可是 就是 每天心情就起起伏伏 對 很忐忑 對上上下 就是 你就一直盯盤 那你要一直盯盤就代表什麼 代表 你不能夠承擔這個風險 對不對 因為你怕輸嘛 你怕賠啊 因為我賠掉了 那你為什麼會一直盯 因為你害怕會虧損啊 對 所以 代表你如果會一直盯盤的話 代表其實這個商品 對你而言 風險已經相對大了 所以這個 這個所有的小資主朋友都可以去檢視一下 這是第一個重點 對 我們再從這個獲利的速度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請導播上一下表格 獲利的速度 股票當然是相對比較慢一點點 對沒錯 那 期貨 很快 可是呢 期貨有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上上來得快去得也快 對沒錯 對可能會這個 三南三北走一回 可能 可能好不容易賺了 早上很happy啊 下午啊 跌落到谷底啊 對 就會變這個樣的時候 可是呢 選擇權 它的獲利速度 不會比起貨慢 可是呢 它的風險 卻又比起貨 低很多 對 所以我才說這個是 小資族的 最高 CP值 首選 所以我今天呢 這個 很榮幸上米克這個節目 真的排了很久 排了很久 終於上到這個節目 我今天當然要好好的幫 選擇權來平反一下 證明一下 跟各位來 來好好的來這個 推廣一下 老師我有一個地方非常好奇 對 你說股票跟期貨都需要 盯盤 所以常常看股票的時間 想股票的時間 比想女朋友更久 那難道選擇權 相對而言 盯盤的時間 就少這麼多嗎 它可以少很多 你甚至可以進場 進場之後 然後呢 設定好 你的出場價位 那你就不用看了 那甚至呢 對 甚至你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你進場之後 你就不要看 明天再來看 說不定明天就翻倍了 真的嗎 好像講得很神奇 真的有這個可能 這個是 等下也會跟各位介紹的東西 那老師我有一個地方非常好奇 因為我們竟然講小資主啊 因為小台一個保證金也才三萬機而已 那選擇權他的金額多少錢是可以開始 呃選擇權其實我簡單給各位一個基礎的一個金額 因為其實 當然高沒有上限 可是低的話我覺得 五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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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五萬 對 那你看星巴克隨便一杯都 都一百五兩百嘛 跑不掉 對那你 你去想喔 你早上一杯星巴克然後 下午一杯星巴克 一天 最少兩百到三百就去掉 你一個月就五千到六千了 就 就這樣說 那你也是喝咖啡喝掉啊 對不對 還喝到睡不著覺 對不對 還影響你的工作 其實 讓星巴克會不會來打我 應該不會啦 他客戶很多沒關係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把這些錢 你把它 存下來 對 你一個月你找個幾次的機會去操作選擇權 說不定你下一次你下個月就可以一次喝十杯星巴克 可能可以喔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跟各位講 他的資金大概 最基本的我的 這個建議啊 大概五千塊就可以 所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OK 所以一天省兩杯咖啡我們就有機會踏入這個投資市場 對沒有錯 不過老師我這個地方也很好奇 因為 現下時下的年輕人也是非常喜歡純股 對 那這中間的策略上又有什麼樣的差別 為什麼反而是推薦我們大家去做選擇權 純股上又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打一個比方 其實 純股跟選擇權 最近純股很夯 真的 純股真的是這個 投資界的神話 投資界的神話 對 那我們要去想一個問題 其實 你踏入純股這塊到底是為什麼 有些人是因為 我想要今天買明天 可不可以賺一點很多 那個大媽對不對 最近很多大媽開戶 大家都嚇一跳 原來台灣的市場 還有這麼多人沒開戶 真的 所以 跌到十年限以下 大家都想去買股票 大媽都來開戶 可是呢 大媽通常會想 買股票買 今天買 不小心明天套牢了 哎呀那怎麼辦 那就放著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 長期投資 這間 這股 股東會 這個禮物不錯 對 三五好友揪一揪 對不對 開股東會的時候 去領一下 領一下禮物 可是呢 你都忘記了 你的股票的價格 其實已經下跌很多 對 所以有時候 純股 我們打個比方 其實 之前我們有些 這個 投資的一些 這個 同業的一些好朋友 都會去聊一下說 千萬 不要炒股 炒成股東 對不對 你只是想炒股 但這個真的太常見了 對 真的太常見了 再講一個 這個極端一點點的例子 你千萬不要幹嘛 不要 不要這個交女朋友 然後把他扶成正攻 小三變成正攻 對不對 那事情就大掉了 這個最近這個 這個議題蠻敏感的 我們就不再講 所以 這個東西 我就跟各位來講 其實 我今天為什麼會拿出 這樣的例子 純股跟選擇權 來做一個比較 因為其實 純股第一個 其實我覺得它很好 可是呢 它需要的時間比較長 確實是 對需要的時間 動則一年 那長則十年 都有可能 對 而且還要 你要選標的喔 對不是說我存股 那問題你要存哪一檔 你要存金融股 好那金融股你又那麼多要去選 對 你要你要選誰 對又是一個問題 那你選 老實說我選ETF 現在ETF沒那麼簡單 也有很多標題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 你會碰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 時間問題 第二個 懸股問題 那 這個就會造成各位 相對大的困擾 那其實 時間拉很長 那 你的風險 不見得會比較低喔 有一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 溫水 煮青蛙 對真的喔 這個青蛙在那個溫水面很舒服喔 好像洗澡一樣很開心 等到你變 覺得有點熱 你已經煮熟了 你已經走不去 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 會讓很多的這個 投資人想說 存股的風險低啊 存股風險很低 可是 當你發現事情不對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辦法脫身了 這個很重要 所以 選擇權的好處在哪裡 第一個 他是偏向 所謂的短線交易 比較偏向短線交易 為什麼這兩個很極端的東西 大家覺得 很衝突嗎 存股是很長期喔 選擇權操作跟交易是很短線的喔 你可能一天 就 就結束了 可能一天就結束了 那 這樣子我覺得反而適合小資族啦 因為其實 我們 不要說 其實 我覺得小資族 你現在的本業還是應該在 工作上 對應該在工作上 你把所有的經歷說 我每天看這個股票有沒有漲 這個有沒有怎麼樣 你看到後來 看到後來你自己工作都搞丟了 我看過很多很多年輕朋友都這個樣子 投資搞到後來工作都 都弄丟了 這樣沒有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選擇權你不用花太多時間盯盤 甚至不用盯盤 你有可能達到 翻倍的機會喔 這個跟各位的投票來講 老實我有補充問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會說 那 可是做選擇權我們常聽到 賠一屁股 對對對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在看那個比較表而言的時候 他還說相對風險還是比較低的 對風險比較低 所以我說 最高 就是你放五千塊 你最高的風險 就是五千塊啦 就是五千塊 就我們看我們看這張表格 就是買方跟賣方 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 你頂多就是說 我這個月不要喝星巴克 頂多 頂多是這個樣子而已 那 我會很 建議很鼓勵大家 去做 買方 就是說你看這邊有兩個 買方是當 賭客 賣方是 開賭場 對你知道想要一件事情 五千塊 可以開賭場嗎 開不了 沒可能啦 對不對怎麼可能 對不對 又不是這個半家加久 對不對 可是五千塊 你可以當賭客嗎 可以喔 對五千塊可以喔 你可以去 壓一把 可以喔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他們的一個 買方跟賣方的一個 一個權利義務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 因為今天第一集是比較偏向這個 初階的部分 所以 我會直接建議各位 你可以從 買方 直接做一個 因為 風險 低 可是呢 本小 力大 本小力大 喔你只要看準喔 本小力大 這有但書 我們不能說全部都是講好的一面 有但書的 就是說 你要如何去 去判斷這個行情後面的變化 然後去做一個 出手 所以會建議各位 先當賭客開始 先當賭客開始 老正有個地方很好奇 所以如果按在這個角度來講 小資族就不應該去 開賭場 因為也沒有這個資金 對也沒有這個資金 好那老師給我們解釋一下 如果我們要當賭客的話 有什麼樣的選擇 其實商品就很簡單 有兩種 就像 我們看台股一樣 要嘛 看漲要嘛看跌 對 沒錯 對那我覺得 之前有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有很多的一個這個人 很多 其實FBI啊 很多這個網路 很多的這個 這個投資達人都會預測 對預測說 我跟你講喔 明天的行情 不是漲就是跌 喔 哇好厲害對不對 我幫他拍手 對不對 太強了 不是漲就是跌 他100%都會命中 都會命中 這講起來也有道理啊 所以 其實 投資就是這樣嘛 你要嘛看漲 對要嘛看跌 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看漲的商品 就叫做買權 叫做call 叫做買權 你把call進來 對不對 叫做買權 那如果說 你覺得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 你覺得可能會跌喔 明天可能 後天可能會跌喔 那你就 買進這個 賣權 叫做put 那我會建議各位說 因為你如果都用 中文去講 買買權 買賣權 好像在這個 太老口了 會太老實了 我會建議各位說 如果 稍微專業一點點 我覺得我們 有時候 跟大家對談的話 有時候稍微講 一點點專業不要太多 可是一點點會有 幫助各位理性 以後你跟你的朋友講 我今天 買了一口call 買了一口put 你的朋友會對你肅然起敬 對 形象馬上就建立起來 對對對 但這個 大家來面前 在這個 在很多的女生朋友的心目中 你已經變成 投資男神 對不對 投資女神 講出來那個感覺 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所以 就是說 看漲 就是 買call 對 看跌 就是買put 很簡單 就這個樣子 OK 那老師有沒有辦法 簡單帶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權 它的報價長什麼樣子 報價的部分 好 看到這個畫面呢 我們節目可以ending 因為 看到大家會覺得 哇這個什麼東西啦 對對對 可是 我跟各位講 其實 可以用一個 簡單的一個 例子 跟各位來說一個 說明 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張 這個叫 T字報價 不是T字部位 選擇 瞄懂 選擇權的一個 T字報價 那我們這個案例 這一天的大盤 是下跌了 69點 這一天大盤是下跌了69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的 左手邊 畫面左手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 一片綠油油 對不對 都是綠色的 為什麼 因為左邊是 買權的 報價 因為今天大盤 這一天的大盤下跌 所以買權的 價格都會下跌 對 這是很正常 那你會看到說 老師有一件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今天大盤跌 有東西會漲 對 右手邊 請各位看一下 右手邊都在漲 有什麼 很奇怪對不對 右邊就是 put 就是賣權的一個報價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 看跌的商品 當大盤跌的時候 它就會漲 所以當別人股票在跌的時候 你的 賣權 put在賺錢 你不要 偷偷笑 你會被別人打 對不對 所以 這瞄懂 你只要看左邊就是買權 右邊就是賣權 很簡單 這個提供給各位 那我們來接下來看一下 選擇權獲利的密碼叫時間乘以空間 這個我有點不懂 因為中間畫一個愛情字跟愛情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邊就是一個少男少女 那 選擇權獲利的密碼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才有講 我們不能把事情都講得太美好 好像選了選 溫潭對不對 100%穩賺你每天都可以翻倍 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掌握到這個訣竅 這件事情 就有可能發生 風險低 本小力大 CP值高 它就有可能會發生 就是呢 對的時間 遇上 對的人 我想這個 有克服明星戀情人 應該都有感覺 真浪漫 對 前面我就在推一個學姐 是 可是呢 我在這個 這個大二的時候喜歡上他 是 可是他已經大四了 等到大三我勇氣跟他告白的時候他已經畢業了 對 他已經去 他已經 他已經去念研究所了 是 對他已經畢業 所以我在學校遇不到他了 我就萬壇 對不對 就萬壇了嘛 就沒有 所以你在幹嘛 你在 你沒有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對 所以就很多機會就喪失掉 所以呢 選擇權是一樣的道理 你選擇權怎麼樣能夠獲利 就是 你 行情 我覺得明天會漲 我們講個例子 我覺得明天會漲 明天真的就漲 那這個時候你的獲利就達到最佳化 達到最高 你真的就有可能會 短時間就有可能會有這個翻倍的部分 可是呢 如果說 我覺得 會漲 可是呢 一年後才會漲 那抱歉喔 你選擇權賺不到錢 那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在對的時間 遇到 對的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跟所有的一個觀眾朋友 做一個分享 那老師我們進入市場事前 之前 有沒有什麼錯誤是絕對不能踩到的 好的我跟各位來講一下 什麼樣的錯誤不能夠 犯 那我 列了四個東西 列了四個 那其實 第一點是 一般的 甚至是散戶啊 或者是投資朋友 最容易 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最高殺低 今天漲覺得明天會漲 今天跌覺得明天會跌 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那 過度交易 就是每天你買進賣出 衝來衝去 我跟各位講過 操作選擇權 投資選擇權 我講一個比較通俗的概念 比如說今天買股票 今天買了明天漲停 哇好開心對不對 那真的是 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那個字就不講了 我們是不是很優質的財經節目對不對 我們不講這種 粗俗的話 所以 你今天買明天漲停 哇真的太棒了啊 那個叫 買得早 不如買得巧 這跟各位來講 那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 第二個重點 就是說 持倉天素 過長 導致吃 龜靈糕 好 龜靈糕是一個 選擇權當中 特有的一個術語 對 大家可能會有觀眾朋友覺得說 超出選擇權的人都這麼養生 對不對 都吃這麼好 對都吃這麼好 除了養生還要吃這麼好 都賺很多 每天都吃龜靈糕 賺這桌 不是啦 是 選擇權 如果說你的一個 權利金 就是說你買進了那個標的 他的 數字 他的點數 價值歸零的話 OK 那就是沒有了 對 假設說我5000塊放進去 可是 如果我看錯了呢 你就有可能會歸零 就歸零 你就有可能會歸零 所以這個 以選擇權的術語就是說 今天吃了一個龜靈糕 對 吃了龜靈糕 慰藉我這個受傷的心靈 對不對 就這樣吃了這個龜靈糕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持倉天素過長 那 選擇權 有一個重點 它有包含 時間價值跟內涵 可是這個 比較複雜 我們下次再跟各位來聊 那 你如果 暴太久 可能因為選擇權 有結算的問題 一個月結算 跟股票不一樣喔 股票可以天長地久 選擇權不行喔 選擇權就是要 這個 這個 當下就立即要做個了結 就是比較快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不能持商太久 你免得你的 權利金都歸零了 這是第二個重點 還有 第三個重點是 錯估當賣方的風險 導致爆倉 我想剛剛 米克在這個節目開場的時候啊 就跟這個觀眾朋友聊到說 選擇權風險好像 非常非常大對不對 大家都會爬 對好像很多什麼 選擇權大屠殺啊 對齁 這種這種 這種害人聽聞 這種話都講出來 選擇權大屠殺 怕死人 對不對 那 那個都是 當 賣方 就是你去開賭場的 對 你去開賭場 當你碰到這種 這種百年難得一見的行情 一次 可能一天跌 一千跌 一次漲一千跌 對你碰到這種行情 那真的 就有可能會爆場 賭場要關了 對賭場就直接 這個手手有個包起來 對不對 就收起來 可是呢 所以 就不要去當賣方 不要去當賣方 我們在 這一集的節目當中 會非常鼓勵大家 去當買方 你只要 方法用得對 買得早 不如買得巧 其實 你獲利的機會 都很高 那個 那個 受傷跟 遇到風險的機會 都會相對低啦 對這個跟各位來講 那以及呢 第四個 忘記 選擇權 以小 博大的 本質 對那 這個是什麼意思 很多 很多這個 觀眾朋友 甚至是投資人 其實他 一開始 進入到選人選市場 可能第一次 第二次 有賺到錢 很開心喔 就跟這個 這個打麻將一樣 新手有這個好運 對 新手運 比較容易自摸 比較容易賺到錢 比較容易賺到錢 可是呢 他賺到錢之後 會覺得說 我就是 古神 對不對 古神巴菲特 年報熟率10% 太遜了 對不對 我一天就翻倍了 我一天50 對 巴菲特怎麼 怎麼那麼遜呢 就會有這種想法 就跑出來了 這種想法你一跑出來 你不知不覺 你就會把你幾乎 身家財產 都給他壓下去 對 都給他壓下去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選擇權是會歸零的東西 對你可能會 兌換到 數不清的歸零稿 對 所以 你不能夠把你所有的資本 都一次投入進去 都一次投入進去 這樣子 萬一你碰到做不對的時候 那你就歸零了 所以你不要忘記 選擇權是一個以小博大的 商品 那我給各位一個建議 就是說 假設我們剛剛是用5000塊做一個單位 對 5000塊做一個單位 那假設我們 一般的小資男女 可能我假設 10萬塊好了 你可以依你自己的一個 資金衡量 資金水位去做衡量 10萬塊的 次數的話 你可以分 10萬塊的金額 你可以分為24 一次5000 對 一次5000然後你 你就一次用5000塊去下 去下單就可以 如果 如果你可以連續 賠20次 那你不適合 那我真的很認真地 告訴各位 就是 你可能不適合投資 可是我覺得 我們這兩集的一些 的一些這個教學之後 我不相信你會連續賠20次 我講真的我不相信 不可能 這樣子跟 各位來講 所以 以上這四點 是大家要去做一個 相對要去注意的 特別是這個 這個 第二點 第三點 這個都蠻重要 這個提供給各位做個參考 這樣子 因為這個心態面跟 前面早期進去我們至少要知道什麼路是不能走 對 沒錯 我們才能保護自己 對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 這個也要今天我們把它講完嗎 可能 時間上我怕來不及 那我們 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們下一次的時候我們還是會邀請我們老師來我們節目現場 因為我相信大家聽完今天這樣子的節目之後一定非常想要越越意識 如果還沒有試過朋友感覺都想要已經趕快去 對 想要趕快切入這個市場 但是我們內容的時候呢又不是算今天沒有講得非常非常深入甚至到操作的部分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下次一樣會邀請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在做選擇權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加入老師的Telegram跟他的Line at 小老鼠ABC168 有問題都可以直接問老師對不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財經觀點也歡迎在底下跟我們留言討論 喜歡我們節目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米克財經反彈還是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5 1 2 3 4 4 5 4